在2018年,运动手环对消费者而言不再是陌生的 差不多每个厂商都会推出自家的运动手环 现在,你能购买到兼运动手环的智能手表 或能显示时间的运动手表 是什么让小米手环3成为市场上最好的运动手环 我是来自科技先生的AlexR 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小米手环3的评测 小米手环已经成为小米最能卖的运动手环 从小米手环一代开始 小米证明了好的运动手环不需要贵 它也具备了那些昂贵的运动手环所具备的功能 我不会浪费时间告诉你小米手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我将与你分享我如何结合Google Fit使用小米手环3 让我们从设计与硬体开始 小米手环3搭配了0.78英寸OLED萤幕 再加个作为确认键的凹槽 小米宣称那0.78英寸萤幕能够显示高达24个焊子 覆盖萤幕的表面是塑料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油油的手指 那整个萤幕就会油油的 当你在室内使用 那OLED萤幕的能见度将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是当你在室外使用 你会面对看不见的问题 这对经常在户外使用的用户来说是非常的不方便 小米也为小米手环3加入了护眼模式 黑夜降临时萤幕的亮度会调暗 这是非常有用的 这样你就不会在黑夜看时间时弄忙自己 经过一代与二代小米手环用户投诉 小米手环主体会弹出 小米为小米手环3重新设计了碗带 小米手环3的碗带是牢牢的把主体固定住 直到你不能分离主体与碗带来充电 我发现了一个方法 你能简单的拿出主体 首先你必须向上弯 直到你听到声音 这样你就能轻松的把主体拿出 这碗带非常的舒适 就算我带着他睡觉 说到了充电 小米手环3内置110毫安电池 它的确能够像小米宣称的提供大约20天的续航 这还是开启了睡眠助理 我相信如果关闭了睡眠助理 它的续航能够超过20天 小米手环3附送了专属电线需要大约两小时才能充满 小米手环3内置了心率传感器 我是冲着这心率传感器购买小米手环3的 可是我对这心率传感器的精准度有点质疑 一位Reddit用户在卫生纸卷测试了心率侦测 神奇的是 小米手环3竟然能够侦测到心率 我亲自测试了一遍 这心率传感器的确在卫生纸卷上侦测到心率 小米对这还没给出官方说法 根据爱玩客的拆解 小米手环3搭配了 Dyler格 SmartBond DA14681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观看爱玩客的拆解 我会在下方描述留下连结 或你能扫一扫右上角的二维码 SmartBond DA14681是在2016年推出的 到至今它还是可依赖的 至少在小米手环3上 这蓝牙解决方案是非常的完整 转箱只需加个电池再加传感器 就能生产出智能仪器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阅读更多 我会在下方描述留下连结 或你能扫一扫右上角的二维码 小米手环3是5ATM认证的 这让它能够待在高达50米深的水里 比较失望的是 小米手环3缺乏了GPS 如果你还是想要记录你的位置的话 那你就必须搭配手机使用 失望 你能搭配Mifit来使用小米手环3 你也能够单独使用手环 但连接Mifit就能让你观看更多信息 如睡眠资料 心率和更多 内置的运动侦测对我来说有点太简单 所以我直接跳过运动侦测功能 内置的运动侦测能够让你在运动的当儿记录你的心率 我从小米手环1代到小米手环3都喜欢的小米手环功能就是睡眠记录 应用所提供我的数据对我来说简单明了 也足以让我大约了解我的睡眠 睡眠记录所缺乏的就是心率数据 当然 我不是要Apple Watch的跌倒政策 但 我只是想要知道 我睡眠时的心率 睡眠记录会自动在夜间启动 但 我并不能手动记录我的睡眠 至于心率政策 小米让你全天后记录你的心率 但它会大大的减低你的续号 你也能够选择每隔一分钟到三十分钟记录心率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才刚投诉心率政策在睡觉时是不会启动 但 问题是 我只需要在特定的时候才记录心率 如运动和睡觉 我觉得除了有睡眠助理和自动心率政策为选择 小米应该加入睡眠心率政策为选择 你也能够把你的小米手环3连接到Google Fit 这对我来说是大家分 自Google Fit得到重大的升级后 谷歌在Google Fit加入了心率数据 我主要购买小米手环3的原因是心率政策 Mi Fit 与Google Fit的数据同步比较失望的是 Mi Fit并没把心率数据分享给Google Fit 或Google Fit并没从Mi Fit获取心率数据 我的确感到失望但我觉得这能解决于谷歌语和小米 我的确非常的依赖Google Fit 因为对我来说它已经很完整 就算我的手机在裤带里 它也能侦测到我的不行 对 你没听错 我的确是使用我的手机作为运动记录仪 就像我在小米手环3的开箱里所说的 我是小米手环一代的使用者 它死机后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找到代替 因为我正在等待小米手环2引入马来西亚 但当小米手环2引入马来西亚时 小米手环3已经在中国开卖 所以当我等待小米手环2 直到小米手环3的当儿 我使用我的手机记录我的步行与远逐 既然小米手环3缺乏了GPS 它成为了帮助Google Fit更精准的数据收集仪器 Google Fit比起Mi Fit能够记录更多的运动 这吸引我大量的使用它 软件升级到1.8.0.0版本后 我觉得我的手机的续航变得更好 当我在外时 我会把它与我的HTC U11连接 为了通知 最新软件版本之前 HTC U11的电量到下午3点 就会剩下40%左右 最新软件版本之后 HTC U11的电量下午3点还剩下50%左右 虽然它并没有大量的增加我的续航 但10%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进步 什么才是一个好的运动手环 这问题只有你能回答 至于我 小米手环3已经足够满足我的需要 它能够记录我的睡眠 记录我的步行和能够与Google Fit同步数据 缺乏GPS和可质疑的心力传感器 并没影响我的小米手环的使用 因为与Google Fit连接满足了我的使用 这就是我对小米手环3的感想 这影片就到这 感谢收看 喜欢这影片 就把喜欢纽揍下去 分享出去 和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部影片见